自古以来 日本作为中国一一带水的邻邦 文化传统一直深受中国影响 曾经一度以中国的弟子自居 多次向中国俯首称臣 但日本人包藏火星 许多年前便对中国大地虎视眈眈 一直处心积虑企图入侵中国 但中国人杰地铃 前有唐朝乳将刘润归白江口海战 连破敌船四百艘 后来又有明朝抗窝名将七级光 于大球 他们几次粉碎了倭寇的阴谋 在经历数次失败后 日本人便转换思路 从中国古代兵法中寻求答案 特别是孙子兵法中的用尖篇 他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便不断以日本商人学者等名义 派遣特务进入我国 绘制中国军事地图 为日后侵略做准备 不仅如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 日军更是将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 用得出神入化 当时日本政府会在许多十多岁的少女当中 选出一些面容巧好的来作为特务候选人 这些年轻女孩从小便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洗脑 成年后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便投身到特务行业 这些人因为从小被洗脑 彻底抛弃了身为人的良知与羞耻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放火 哪怕出卖肉体也在所不辞 而且被捕之后 大多数的人都是一言不发 不知悔悟 可即便如此 统军无免之王戴笠只用一招刑罚 并能让他们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这道刑罚就是鼎鼎有名的坐冷凳 当然 这道刑罚的首创并不是戴笠 在中国的历史上 刑罚逼供由来已久 虽然现在中国已经取缔 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来郡陈之流的酷吏不知反击 他们通常无视程序正义 用残忍的手段撬开犯人的嘴 而残酷的历史更是由来已久 早在汤商时期 中国就曾经有过万柴盆 好洛等 都是些让人听了不横而立的刑罚 戴笠所采用的刑罚 坐冷凳 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残忍与恐怖 但是它会给人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 坐冷凳这一酷刑 最早记录是在汉朝 当年苏武功奉朝廷之命 出使匈奴 可是谁曾想 苏武功到了匈奴之后 正遇上匈奴内乱 苏武功自制任务无法完成 便打算以此明治 向汉武帝谢罪 匈奴的首领见其为人刚烈 对他大加赞赏 几次招揽都被苏武功 以忠臣不施二主为由拒绝 匈奴首领对此十分恼怒 便对苏武功动刑 所用的刑罚正是坐冷凳 但即使在酷刑面前他也不曾求饶 硬是扛了过去 匈奴首领无奈 但又不舍得杀这样的忠贞之士 便让苏武功前往北海牧羊 说回抗战时期 派往中国的女特务之中 最具代表的就是川岛方泽 以她为首的日本女特务 通过美色诱惑国民党的高官 从而获得情报 这些女特务最著名的案例 就是在长沙保卫战期间 两名日本女特务 在取得军国情报后通知日军 让日军瞅准机会 趁着国民党军官开会的时候 拿下了数座城市 实在是让蒋介石大为震怒 立刻下令戴利 让他立马展开反敌特行动 戴利很快就找到了那两个日本女间谍 但抓捕之后的审讯工作 又让戴利陷入了困境 这两个日本女特务作为日本特高科王派 都经过极其严格的训练 一般的言行逼供对她们完全没有效果 但这两名日本女特务背后的情报 又非常有价值 她们这些人平时有什么地方聚集 又是怎样传递重要信息 这些情报对国民党的情报机关 都非常重要 而且蒋介石此时 对此事也是高度关注 这让戴利愁眉苦所 一愁莫展 恰好此时 她的好友上海大亨杜月笙 在拜访她时送给她一本书 戴利在看完之后不禁拍案叫绝 这本书上记载了中国古代的各种酷刑 戴利最为欣赏的就是其中的坐冷凳 这种酷刑是对犯人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双重折磨 即使对方训练有素 也很难挺的过来 往往撑不过十分钟就会招供 而且在戴利的苦心钻研下 她对坐冷凳进行了升级 把她由最初的冰块改成了冰火两重天 事实证明 可能戴利在酷刑创新方面确实天赋异病 两名日本女特务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招供 究竟是怎样的酷刑 能够让这些之前已经受过多种酷刑 都不愿低头的日本女特务轻易低头 戴利改良后的坐冷凳 首先在行刑之前 要先脱掉日本女特务的衣服 然后从女特务的脖子上往下浇开水 女特务浇淡的皮肤遇到滚烫的开水 是极其容易被烫伤而毁容的 对于爱美的女特务来说 心理上的伤害比身体上的摧残来得更加痛苦 当然一部分女特务是可以撑过这一步 但是接下来 等待她们的就是上冰凳 在女特务刚被开水烫过的皮肤上 马上放一大块冰块 冷热的迅速切换 人的身体往往会适应不了 随后再让她们坐在大冰块上 接着她们的下半身都会被冻住 慢慢的大小便失禁 因为人在异常寒冷的环境中 随着身体热量的降低 会陷入昏迷失睡的状态 这时行刑者会用羽毛 在女特务的伤口上挠痒 这让受刑者又痒又痛 生不如死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一些女间谍有心隐藏事实 也不得不全盘突出 戴利对于这招十分自傲 且屡试不爽 此后许多女特务在被军统抓住后 如果落在戴利手中 都不用等到戴利出手 便会主动开口说出自己知道的情报 戴利也因此立下了一个又一个功劳 戴利的手段虽然令人不识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 日本特务一定程度上 比战场上的日军更加令人发指 他们通过下三浪的手段获得情报 如果说XX战场上的俘虏是反日内瓦公约 但哪怕是日内瓦公约中 也从来没有任何对间谍的保护方案 这也是后来在评论戴利在抗战期间是否做出贡献时 人们褒贬不一的原因 坐冷凳这样的酷刑 实在是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人道主义 据说当年川岛方子在北平被捕后 军统间谍询问起一些关于日口 在我华北的情报时 他拒绝合作 可就在川岛方子听闻戴利要来亲自审问自己事 他就立马将他所知道的关于日军在华北的所有情报都告诉了军统 坐冷凳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相当臭名昭著的故性 它是统治者内心扭曲下的产物 那些日本女特务错将法西斯当做了武士道精神 录得这样的下场也是命中应有之事 当然所有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 坐冷凳虽然害人定闻 但是有时却能帮人治病 说到这个要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玲说起 宋美玲夫人的丈夫蒋介石虽然在历史上是一个十足的罪人 但她本人在生活中不抽烟不喝酒 特别是在抽烟方面 就连她手下高官也不敢在她面前抽烟 唯独宋美玲夫人却是例外 蒋介石哪怕再讨厌烟呗 也不曾殉执过宋美玲夫人 原来让宋美玲夫人染上抽烟之一嗜好的根本原因 一切都是因为她的一场病 在1945年的时候 宋美玲夫人跟随蒋介石溃逃到了崇敬 或许是因为不适应当地的气候 又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 宋美玲夫人染上了皮肤病 这种病会让皮肤感到十分不适 生不如死 蒋介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便派人四处寻访明医 可惜几次会诊 宋美玲夫人的病也毫无进展 后来一次发病的时候 宋美玲夫人的侍女递上一根烟 希望其能减轻痛苦 后来宋美玲夫人只要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 就会点上一根烟来缓解 毕竟香烟中饱含的尼古丁是可以麻痹神经的 减少神经上的疼痛 久而久之 宋美玲就染上了抽烟的嗜好 最初宋美玲夫人深知蒋介石的脾气 害怕她知道自己吸烟会惹来她的嫌弃 但可惜指中就包不住火 蒋介石终于还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但她也知道宋美玲的病是因为自己才得伤的 对她也为呵斥 只是劝过几次 毕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这样始终影响不好 但可惜劝阻未果 宋美玲夫人表面上会说戒烟 但实际上并没有 她常常会躲在书房里面吸烟 根据宋美玲夫人身边的佣人表示 她每天清晨醒来之后 都会抽上一根烟 以此来提神 随后才会化妆 处理日常事物 可惜宋美玲夫人到了后期 哪怕是吸烟也无法摆脱病痛 这时她最宠爱的侄女孔令伟 却向她提出 戴笠的坐冷凳对皮肤刺激大 如果宋美玲实在难受 可以试一试 随后宋美玲夫人叫来戴笠 详细询问戴笠 戴笠在一番思量后 便提议用干净的纱布包住冰块 冰敷 随后用温水冲洗 再用羽毛可能会有气效 宋美玲夫人对此 本就觉得是无稽之谈 只是孔令伟提议 不得不走个过程而已 直到后来某一天 宋美玲夫人又发病 浑身难受不已 她便想起戴笠的提议 不曾想 一事之下 真的让她病痛全无 自此 宋美玲夫人便用上了这个法子 还戒了烟 不得不说 置身是一酌一饮皆有天定 冥冥之中自由安排 凶暴酷刑坐冷凳 有一天还能成为 能为人治病的偏方 当然不是所有的酷刑 都能变成良药 大多数为极其残忍的手段 更不适用于如今的审讯环节中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